好 接下来我们看11.2的这个练习 这个电压与其测量 以下何者不是电压单位 哪一个不是电压单位 kv是kwv也是mvmv也是 总之你会看到大写的 大写的东西在前面 像LV LV这个是LV宝宝吗 这个特地是错的 LV不对的 然后这个电压的单位是哪一个 科学家命名的 vort是辅导 然后以下哪一个电压值的配对是错误的 也会出这一种题目 所以你要很熟练说 干电池是1.5V 汽车的电源是12V 安全降压36V 我们家庭的电压415 应该是工厂的才是415 家庭的应该是2206.8的 ok 这样子来看 下列何者为 伏特记的单位 符号 伏特记应该是中间一个V的 percentage of 这个是什么hashtag的符号 hashtag的符号 ok 很容易了 好 再来 以致右图是每 每一个的电池 电压是1.5V 那请问这个 呃这个啊 这边会测量到多少 123 3乘1.5 你就会得到4.5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就会测到4.5了 啊 测到4.5 因为它三个串联起来啊 就要加在一起 这样子 小文同学呢 在实验室使用 呃 伏特记测量各种电压 电源的电压 结果如下 然后呢 哎 有一个哦 这个如下 那请问它的 电源的电压是多少 哎 这题怎么看呢 你要从 它的界限柱这边下手 OK 界限柱那边下手 为什么 因为界限柱就决定了 它是用哪一个两层的 这一个 这一个可能 更加特别一点 我们实验室 一般上两个两层 这个有三个两层 它是30 所以你就要看上面的 这一个哦 这个测量出来 就是应该是25 啊 这个蛮简单的 因为它没有给你小 呃 小量 就是小隔去算 哦 它不需要小隔 它只需要看大隔 然后哪一个两层 就可以了 所以这题当然蛮简单的啊 25 以下的选项呢 哪一个的 伏特剂跟安培剂啊 因为学了安培剂嘛 是我们两个一起问啊 哎 总 这个伏特剂要并联啊 伏特剂要并联 安培剂要串联 所以这里只有这个 哎 这个叫吧 percentage 符号的是正确的 OK 前面这两个呢 是全部串联就错了啊 呃 当然过后也要确认 它的这个正负极啊 电流从正极流出来 OK 呃 伏特剂也好 安培剂也好 电流应该从正流进负流处 正流进负流处 所以这个呢是正确的 所以percentage这个符号是正确的 某个同学呢 他利用安培剂跟伏特剂去测量一个电阻 然后呢他一连画了5个5个线路 想要弄清哪一个是对的 那怎么来看 嗯 OK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你要看的标准是这样 其实这一题跟上一题很像嘛 对 第一个标准就是安培剂要串联 安培剂要串联这个错 哎 这个错 啊 这个对 伏特剂要并脸这个对 这个对 那个错 那个错 这样我们看并脸串联 我们就可以看出答案来了 答案应该是apple的这个符号 哎 不对哦 然后还有错在哪里 你再看清楚电流从正流进 哎 为什么从负流进来 所以这个正负呢好像又搞错了 这样怎么办啊 看清楚啊 它是有五个图啊 所以刚才 刚才没有看到有五个图 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 哎 这个才是正确的 电流从正流进负流处 正流进负流处 啊 所以这个 这个hashtag的符号才是正确的 链接吧 OK OK啊 还有安培剂和伏特剂 是一种精密的 测量仪器 使用的时候呢 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 下列哪一个是错误的 它的正 电源的正极必须要连负的接线柱吗 不是 应该是连正的接线柱 电流要从正那边流进去 所以这个呢是错误的 安培剂要串联 伏特剂要并联 必须选用正确的两层 这些都正确 OK 最后电源对电荷的推动作用呢 我们叫做电压了 就这 这个问题出的特别简单 OK 大概就这样子